Hello,你好,我是Cindy 今天要來跟各位講的是 這個炸果汁、炸汁的 減肥方式 其實真的不好 那尤其 在現在在街上我們看得到很多 果汁的攤位 賣果汁 新鮮的果汁 那在便利超商我們也看得到 很多 產品在賣 打消現炸果汁 最新鮮果汁 冷壓果汁 而且現在還有 果汁去毒的營養公司 他專門賣給你這個 果汁你每幾個小時喝他 只喝這些果汁他 保證說可以幫助你去毒、減肥、抗癌 增加健康 還有提升身體的新陳代謝 增加身體的抗氧化劑之類的 所以今天的話題呢 是來深入討論一下 這些果汁 現炸的果汁 到底好不好 那如果我們先去除 所有的 先入為主的觀念 如果我們不知道 果汁是什麼的話 我們先看 果汁裡面含的這個 果糖 到底是什麼 首先第1個 壞消息呢 是果糖跟 葡萄糖 在我們身體裡面被 消化 新陳代謝的方式 不一樣 果糖是100% 完完全全是 靠肝臟 去分解的 那葡萄糖也就是說你吃 其他的碳水化合物 的話 大概20% 是 工作是在 肝臟的身上 其他是 我們身體其他的 細胞可以去工作 去平均去 分擔 也就是說 你如果 吃那一根香蕉 完完全全的工作量 都是在 肝臟身上 那你如果吃那個 麵包米飯 他的工作量 會平均分擔在 我們身體其他的細胞 還有肝臟的身上 而且 葡萄糖在我們身體裡面 很快就會被 轉成 能源 很快你血糖就會 升高很快你覺得 很有精神 但是 果糖 在我們身體裡面 被利用的程度沒有那麼快 他會先被轉成 游離脂肪酸 然後被轉成 酸酸甘油脂 然後多餘的都被儲存起來 當作脂肪 很容易導致 脂肪肝 還有很多代謝失調的疾病 而且當你有 脂肪肝的問題的時候 也就是你有脂肪在肝臟的時候 多餘的脂肪他都丟在 肝臟的附近 好像你丟垃圾 你不會跑到很遠的地方 去丟垃圾 多的垃圾就丟在身邊 然後就越積越多 所以第一個身體會胖的地方都是內臟 脂肪的地方 那內臟脂肪是最危險 對我們身體來說是最危險的 所以 太多的這些果糖是會造成 內臟脂肪 我們 大肚子這些 內臟脂肪的疾病 還有一點呢是 果糖很喜歡 脂肪 因為他在我們身體裡面消化之後 會變成一個物質 叫做活性肝油 那活性肝油 它有一個特性 它是 叫做 Lipophilic 就是 氫油脂性的 也就是他很喜歡 找 身體裡面的脂肪 然後跟他們 黏在一起 那他在我們身體裡面 容易去 像吸鐵一樣 去 吸住 油里脂肪酸 然後變成 三酸甘油脂 然後 儲存 成脂肪 所以你如果 喜歡吃水果那些 很甜 色彩豐富的水果 加上你又吃 脂肪的話 健康脂肪的話 很容易就在我們身體裡面 變成多餘的脂肪 然後造成身體很多問題 那這裡有一個 研究報導呢 他把 小老鼠分成兩個族群 一個小老鼠 他們18% 的卡羅里是從 葡萄糖來的 另外一個族群 18%的卡羅里是從 果糖來的 那他們想要知道 同樣 熱量 的話 如果從 果糖跟葡萄糖來的話 有哪裡不一樣 那他們發現說 這個18% 從果糖來的小老鼠 他們明顯 珍重 很多 而且 他們比另外一個族群 還要 不想動 就是 坐著 坐在那裡 看電視 吃爆米花 不想動 你可以看到 同樣的 卡羅里 但是在身體裡面 會有不同的影響 這是一個 很大的發現 還有呢 果糖在我們身體裡面 真的是一個 麻煩者 製造麻煩的 怎麼說呢 他需要一個 特別的巴士 去 載他們 他們需要一個 特別的 計程車來載他們 他們非常的特別 我們身體裡面有一個 這個 主動運輸 的鏈 他先坐上 這個叫做 GOOD5 的 小巴士 那這個小巴士 只能在 限定人群的人數 OK 多的沒搭上的這個巴士 就會在我們 身體裡面 去找其他的 油理脂肪酸 然後變成 脂肪 儲存成脂肪 搭上這個小巴士的 GOOD5 在身體裡面繞了一陣子到我們的小腸 就是 Enterocyte 就是 腸上皮 細胞的地方 做一個 STOP 他們要換車 他們要換車 換另外一個叫做 GOOD2 的一個 比較大的巴士 然後才能進入到 肝臟裡面 那因為 我們的個體大概只能一次 承受 5到50克左右 的果糖 多餘的都會被轉成 脂肪 儲存起來 所以他不只 在我們肝臟上面加很多工作量 讓我們的肝臟 很努力的去加班去工作 火上加油 他在我們身體的利用度又很麻煩 要經過很多層 的關卡 很多的 不同的車去載他們 運輸他們 所以比起 一般的 Glucose 葡萄糖 他是比較 複雜 比較 去難對應 但是也不代表說 你要去吃那些 麵包餅乾 米飯 鬆餅 甜甜圈之類的 那你可能聽過 有這個健康達人 他們 做這個實驗說只喝果汁 或者是只吃水果 然後 活了10幾20年的 這一種 試驗 但是我不知道 我會很擔心 我會擔心 他們肝臟的狀況 因為這個就是科學上 我們身體裡面怎麼去 分解代謝 果糖的一個現象 沒有其他的 方式去代謝 這個果糖 所以你不需要去每天 喝酒 即使你每天吃這些高果糖的水果 很香 很甜 看起來很漂亮 很多色彩的水果 都會造成 脂肪肝的問題 但是我們看到很多 這些 藝人 演員 漂亮的 Model 他們 照相 都拿一杯果汁 或者是他們宣傳說他們是 喝果汁 來減肥的 喝果汁來製造一個 美麗的身體之類的 第一如果你在做斷食的話 間歇性斷食的話 果汁 是會 打斷 斷食的 也就是他會開始的 再者 你如果一天只喝 這一杯兩杯 或者是你就是靠果汁 過活的話 卡羅里 太低 你要記得說當我們在做間歇性斷食的時候 他是在治療 我們身體裡面的荷爾蒙 他真的 背後有效 是他在治療這個 胰島素抵抗 他在 幫助我們身體去保持 荷爾蒙的平衡 有時間去修復 其他該修復的地方 那 斷食要配與 盛宴 當你斷食的時候 你做一個很乾淨的斷食 但是當你開始的時候 你要給予你身體 足夠的 營養 那些蔬菜 那些電解質 那些蛋白質 那些脂肪 你如果開始的時候 只丟給你身體 那麼一點點的 這個 有色水 顏色水 並沒有帶來任何的營養的話 那你的身體當然就會儲存在一個 恐慌 的狀況下 你的新陳代謝會降低 你會覺得很疲倦 沒有力 這不是可以 長時間 去執行的 而且你猜一下還有另外一個副作用是什麼呢 你不會覺得滿足 你會一直覺得很餓 為什麼呢 因為果汁裡面沒有含任何的蛋白質 蛋白質是會 抑止我們身體裡面 飢餓素的反應 也就是你如果 餐裡面有放一點蛋白質 足夠的蛋白質 它會開啟我們飽足感 降低我們飢餓素的話 這會是 最好的 這會是我們需要的 再者 蛋白質是會讓我們身體燃燒更多的脂肪 但是也不是說叫你狂吃蛋白質 適量的蛋白質 在這個美國臨床營養 雜誌裡面 他們觀察了 他們觀察了蛋白質的攝取量到底多跟少在我們身體裡面有什麼不一樣 他們發現 當你從 15% 的蛋白質 攝取量如果把它加到30%的話 這些人通常會攝取 447卡羅里 447卡羅里少的飲食 也就是他們如果多吃一顆蛋 在中餐多吃一點雞肉 他們一天 會少吃 平均大概 447卡羅里 這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連續這樣子的話 你一個禮拜就可以失去一磅左右的重量 這是很厲害的 所以 你早餐如果還在吃 稀飯 粥 麵包 穀類 美式的 Cereal 換成一顆蛋 或者換成兩顆蛋 多加一點你的蛋白質 你一天內 會幫助你 滿足感升高 而且 幫助你燃燒更多的熱量 那如果你只喝果汁的話 是沒辦法做到這樣子的 OK那如果 炸果汁不好 那炸蔬菜汁怎麼樣呢 蔬菜汁裡面沒有果糖 那應該健康很多了吧 沒錯 炸蔬菜汁 會是比炸果汁好一點 但是 要想想看 蔬菜裡面真正有營養的是什麼 記得 一陣子之前 可能十幾二十年之前 這個芹菜汁 很有名 芹菜汁很轟 他們說早上喝一杯芹菜汁 你可以瘦很多公斤 幫你 解毒 去毒 幫你降血壓 幫助你 排泄 是一個神奇的果汁 反正就是喝芹菜汁就對了 提到芹菜汁 我想到 如果你對於有機結晶茶 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上網到 Peak Tea 到他們的網站上去 訂購有機結晶茶 它是由 Dr. 幫助研發的 我有特別連結在下面 供你參考 它有不同的口味 有綠茶 有 肉桂茶 還有很多 百香果 調味的 無糖 有機結晶茶 好那我們回來話題 那這個芹菜芹菜汁為什麼那麼突然變得那麼紅呢 因為很多 Celebrities 就是 好萊塢的演員 還有 超級模特兒 運動家 他們都說他們有在喝 這個芹菜汁 而且這個幫助他們 有更好的 performance 有更好的 外向 有更好的身材 那 如果你找一下芹菜汁裡面到底有什麼 營養呢 你會發現 倡導者 他說裡面有一個特別的鹽 叫做 竹鹽 他發現芹菜 在裡面有一個特別的 那的族群 他是在那裡面的一個小族群 雅族群 叫做 竹鹽 Cluster Salts 那這個Cluster Salts能夠幫助打擊病原體 消毒這些不好的細菌 在我們身體裡面有很多好處 但是 很有意思的在這個 Journal of 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裡面 這個 巡政補充 與替代 醫學雜誌 裡面 他們做的 對芹菜 做的分析裡面 並沒有 報導說有含這個 Cluster Salts 但是並不代表說 芹菜 就沒有它的好處 芹菜裡面 這個文章 他們發現 說裡面有非常多的好處 有 Phenolic Acid 分酸 還有 Flavonoids 類黃銅 而且它有很多 Potassium 甲 Magnesium 銘 是一個電解質 來的 一個很好的物質 幫助我們平穩身體裡面的 電解質 補充電解質 而且還有很多 抗氧化素 像 有咖啡因 有 酸奈酸 很多很多 尤其它裡面的 Phenolic Acid 在我們小腸裡面 吸收的特別快 那它是有名的 它能夠幫助降低我們身體裡面的 Nuclear Factor Kappa B Nuclear Factor Kappa B 這個核因子 是我們身體裡面 一個總管炎症的一個開關 當我們下調它的時候 我們身體裡面的炎症 當然就會比較少 還有另外一個很大芹菜 帶來的好處是 它裡面有含 Quercetin Quercetin 跟我們這個身體裡面的 Glutision 骨光甘鈦 很有關係 它會幫助增加我們身體裡面的 骨光甘鈦的 水平 那骨光甘鈦是 我們身體裡面一個很大的 抗氧化劑的 總管 所以我們要 多一點的Quercetin 我們要多一點的 Glutision 那這個Celary裡面 芹菜裡面 都有這個幫助 所以 芹菜是很好的 而且在著 芹菜裡面還有一個叫做 Apigenin 芹菜素 的一個物質 它是一種 類黃銅 它能夠幫助 去治療我們身體裡面的 胃潰瘍 所以聽起來是 真的很好 是不是現在就應該去 炸一杯 芹菜汁來喝呢 No No 芹菜 繪之會那麼好 它含那麼多的 Antioxidant 那麼多的 抗氧化素 是因為那些抗氧化素都跟 Fiber 纖維 結合在一起 沒錯 那些抗氧化素 是 像一個 Koala一樣 它是抱著 黏著那些 Fiber OK 你如果把 Fiber 就是那些纖維 分開了 你把 水 跟纖維 分開了 你猜一下 這個水 就沒有 任何的營養 所有的 健康的物質 都是在這個 纖維裡面 那很多人都把這些 剩下來的渣給丟掉 那是很可惜的 因為真的有營養的是在 這些纖維裡面 我知道雖然 炸出來的這個汁 綠色的 很鮮利 看起來很有營養 都是綠色的 喝下去跟吃下去 哪裡不一樣 當你 炸出來的這個汁 這個水分裡面 有含一點 Fructose 果糖 可能沒有比水果那麼多 但是 也就是只剩下 果糖在裡面 那當這個果糖沒有纖維 來幫他做一個 修化的 中間人的時候 他在我們身體裡面 就是直接 轉成血糖 沒有纖維 來帶來好處 因為纖維 在我們 腸道裡面是 賜給那些 益生菌 然後益生菌再去產 產生同能源 所以纖維是必要的 你如果要 打汁的話 那起碼 連 那個渣都一起喝下去 把它做成一個 Shake 而不是 做成一個 Juice 所以很多 研究報導 他們都指出說 纖維在我們身體裡面的好處 那下一次你如果經過 街上的這個 炸果汁店 看起來很 漂亮 把水果放在 這個 櫃子裡面 很漂亮的展示 然後顏色看起來很鮮豔 很香 很 甜的那些水果的時候 它在我們身體裡面 是非常非常的 重 也就是它要經過很多的 過程去 消化代謝它 那更不要說什麼 Juice cleanse Juice diet Juice healing Any juicing 任何的 炸汁 炸汁 都是把 好處給丟掉 只剩下這個 有色水 在那邊讓你喝 如果你要吃 水果的話 那我真的建議就是 吃那些 含 少 果糖的 梅類 而且是少量 而且是 偶爾 希望這個影片 沒有把你 嚇壞 如果你覺得這個 對你有幫助 麻煩你 喜歡 分享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按那個紅色的按鈕 點旁邊的小鈴鐺 就可以 可以第一時刻知道我有新的影片發出 謝謝觀賞 我們下次見了 拜拜 按鈕 按鈕 按鈕